每次看到这个关于大陆重新使用这个煤炭作为本土能源的时候 你就应该能够知道整个中国经济正在进行一次调整 这个订单确实呢是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东西 实际上人们更关心的是金融方面 现在有报道是吧彭博社的报道连续华尔街的撤资 是人们更加关注的一个点 这就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有所谓的热钱进来了 撤走的资金 短时间内不会再回来 对中共而言 可以说改开的前三十年就逼着他们做一个选择 是更加的开放 对经济和政治实行民主化自由化 还是变成残酷的独裁者 控制一切 命令一切 西胖上台以后交出了一个答案 党政军民学 党是要管理一切的 这些话都是老话 都是套话 毛时代的 改开之前的 那他已经这样做了 你有什么办法呢 可以说在结束文革以后 或者叫 因为毛的死亡 为文革按下了暂停键以后 过了三十年 文革的获益者当权了 从西胖上台 开始我们就看到了 文革时代那帮 公农兵学员 掌握了这个国家的大权 实际上在上山下乡以后 有很多人要求恢复大学 那么七十年代前期 就有了这种呼声 我们知道的一般中国的 民主派 很多人比较推崇的是 西单民主强 那是七八年 七九年的事 在那之前还有一拨人 他们呼吁要上大学 那么这帮人 是希望 中国能够 跟现代国家借轨的 到了76年 毛死了以后 经济上实在玩不转了 才把阶级斗争放一放 试图看一看 学一学 西方国家 是怎么搞活经济的 那个时候 是华国锋的杨月静 是吧 党后来对他有一个定义 但事实上 对外开放了 但 只是加速了 过去的 这几十年 让大家看到了 中国有可能 融入 现代社会 甚至 不需要遵循西方规则 我们现在在国内 看到的报道中 一般 都是讲弯道超车 后来弯道超车 这个词被用烂了以后 就像同志小姐一样 是吧 大家不太敢用了 用什么呢 叫变换赛道 所有的一切 其实归根到底 都是一点 就跟前几年流行的 一个词叫 二次创新一样 都是恬不知耻的 把别人的东西 拉过来 然后 发扬光大 试图 恢复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经济的分量 以至于能够影响到 这个世界的规则 实在不行的 改变不了的 咱就创造一套 西方上台以后 一直在忙着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看到 经济的调整 是循序渐进的 它有自己的一个路线图 它首先切断了 所有原先 跟外界的管道 其实是一个利益输送 利益分配的管道 就是把原先 与外国资本 相 连接比较密切的 这种权贵资本 完全变成国家资本主义 恢复毛时代 对国家的管理 十年来 它其实已经在政治上 肃清了对手 在经济层面上 我们看到它 所有的做法 其实都是围绕着 这个主线来的 我们经常能看到 西方高举全球化的大旗 然后呢 然后你看到的就是 新一轮的整数 整数到最终 是归结到经济路线上的 它现在能源要自给自足 煤炭是它唯一所拥有的 中国是一个缺油的国家 石油 天然气 储量 开发 都很困难 而煤 这玩意儿 它自己有 那国际社会对 俄罗斯进行制裁以后 廉价的石油 气进来了 加上自己的煤 它完全可以重新打造一套 经济运行的模式 怎么说呢 就像 现在工业的这个血液 是石油一样 那中国没有油 它就打造一个油气 加上煤炭的这么一个体系 作为工业运转的润化机 所以今天你看到的东西 其实不必要感觉到那么惊讶 那么在今天 你在中国社会中 看到所有的一切 都是 它经济规模 经济方向 国家架构 开始转型的一个过程 我们看到了每一个侧面 但它的主线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依靠自己 它不再奢望外界 给它供应资源 因为它本土的资源 其实是可以运作的 至少在它想象的 这个范围内 问题不大 从川普时代开始 美国对中国经济上的制裁 涉及到高技术方面的引进 层层加码 到了拜登时代 连投资都有指向性了 但是基础的工业产品 它还是能够生产的出来 许多工业品 尤其是初级工业品 实际上是不涉及到专利的 专利的保护器已经过去了 如果它能骗到更高性能的这些设备的图纸 能克隆一番 哪怕质量差一点 它也能往外卖 你就是冻结了 不给它卖了 它很有基础的消费品 它的工业能力 实际上是有的 在全球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中 它是目前唯一一个 全系统保留的 其他国家其实已经都做不到这一点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产业链正在转移 但是很难看到一个 飞速的替代国出现在我们面前 现在是一系列替代国跌加起来 来试图替代中国 并且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看到了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访华的过程中说 美国不寻求 永远不寻求 与中国脱钩 这是典型的既要又要 实际上这也是 全球经济目前 所面临的状态 习胖能够 他认为 他能够创造一系列规则 原因就在于 他认为他有底气 但我们知道 随着西方科技 跟中国的脱节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种切割已经开始了 那么他最终 他的生产能力会降低 甚至他维持国民经济运转的 这个体系 都会被延缓下来 现代国家 其实已经不完全靠 之前的那套东西在玩的了 越来越多的 依赖于最新的科技 而且科技的进步 是超乎人们想象的 我们很难想象 在现代国家的潮流中 竟然可以用退却的方式 搞一个什么所谓的 撤退成功学 是吧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应该是 IR的这个 小霸王 是吧 但我不认为 在国家层面上 有可能成功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 所有东西 都是让你感觉到 非常费解的 因为你不认为 它有可能会成功 但是在中国又 确确实实的存在着 这也是今天 中国经济在 国际市场上 占有一定的分量 虽然它在逐渐被削弱 但是没有人 完全能够摒弃它 这也是我一再的强调 除了习胖打台湾 有一个重大的 对国际体系的挑战 否则的话 其实大家拉它 没什么办法 在全球面临 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很少有人愿意 从现在开始 立刻就跟它结割 而且理论上 目前做不到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